我们回来是说这个5.13那个证明 那我在这个手稿里边就告诉了大家了 所以我先设这个的收敛半径就是一个大R 那这个当然也有一个收敛半径 因为它也是一个PAR Series来的 所以它也有一个收敛半径 我叫大R' 那我就分开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我说R'要小于R' 第二个呢 我说R'要小于R' 那所以它们要一样 那整个来说就是两个步骤 那大家可以看看那张纸 第一个步骤就是 我事实上呢 就是它因为我们也知道 它PAR Series它收敛 那就有均匀的 在小一点的区间 那我就积分 那我就积分 我给它积分 这个已经是有效的 积到小R'了 那我就得出是说 我将这个Series 将它从零到小R'了 来积分 那它就收敛 那所以用前面的 那个定理就是说 这个就是收敛 那它在R'楼收敛 所以它在辅R' R'里边任何的一个X'呢 都是绝对收敛 这个是我们 这个PAR Series的第一个Lemma 应该是5.8 对不对 我想我不确定了 那就是在里边的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X'呢 都是要绝对收敛 那所以我从这里出发 R'小一点点的 那个小R'以内的地方 这个Series 都要 都要收敛 我不只是这个R' 我衍生到里边的 每一个X都要绝对收敛 好 所以 我就说 R'是小于等于 这个大R' 那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这个不对的话 那这里的逻辑 我就没写了 这个逻辑 如果是这个的话 它们中间 就会有一些X 它们中间就会有一些X 我可以算一个R' 小R'在中间里边 那就表示说 在这个大R'外面 也有一些X 这个是收敛 可是 现在我说 你 你这个R' 你说小一点点 它里边的所有X呢 都绝对收敛 那这个一点点 一点点 是上次可以 可以将它 这个小R移移移到R' 所以呢 就保证 就是R'以内的每一个点 都收敛 因此 对于CN XN来说 这个收敛半径 不会比R'小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这个就对了 这个是第一步 所说的 那第二步呢 就用一个我们前面的一个技巧 这次呢 就以这个为中心了 那个R'比它小 然后我就知道它收敛了 而且绝对收敛 那因此呢 那个中间的隔行的 那个小小的字 就说 这个sequence 就是一个bunded sequence 一个series收敛 它的尾巴去上零 它有limit 所以它整个sequence来说 就是bunded bunded by什么 我就叫做bunded by一个大A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将 这个项 给它拆 我拼一个CNRN出来 我的N CN XN减1 我写成是NCNRN 然后呢 XN减1R 你这里分子乘一个RN 分母乘一个LN减1 这边除一个R 这样子是一样的 那然后 这个是N除以R 这个就是 因为这个是bunded 我就叫大A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X除以R 我叫Alpha 而这个X呢 如果是在R以内的话呢 这个Alpha是 小于1 小于1 那我用Ratial Test测它 它的收敛半径 这样子的一个 它就是给这个 所以呢 这个东西 我的意思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收敛半径 就是当Alpha小于1的时候呢 都收敛的 换句话 说这个就是一定收敛 这个是一定收敛 收敛什么意思 所有的 我大R 说小一点点 小R 小R以内的 任何的X 都要收敛 那类似刚才那个图画 但是刚才是对R'来说 所以 我这个R'呢 这个大R 就是CNXN的收敛半径 我的 对于另外一个东西的收敛半径呢 不可能比这个大R来的小 它一定是比它大 那就是另外一边 因为任何的X 缩小一点点的任何的R 里边的任何的X 根据这个分析 都要收敛 那因此呢 这个的收敛半径 对于这个Series的收敛半径 就是不会比R小 那就做出来了 那这个就是 它们的相等 OK 好 好 我们总结一下这一章 我们第一个 第一个部分呢 是Taylor Series 跟Taylor Polynomial 那当然 重点就是 整个 整个核心 就是这个Taylor Expansion Theorem 那是说 F如果够好的话呢 它就等于 一个Taylor Polynomial 再加一个Remainer Term 什么叫Taylor Polynomial 是 那个 是一个 F 我既然写TN的话呢 我就要小心了 我里边的 就用K来代表 这个要记得 K是从0到N 总共有N N加一项 最高次的话 就是X-X0的N方 那就是TN 那它的余项呢 是 这个余项呢 是定义就是 这个东西整个 基本上是造超 那就是在N加1的这个地方 只是说 这里呢 我们有一个 那个点就不再是X0了 C就是 那很多同学都还记得写这个 这个要写的 在X0跟X之间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余项 那这个定理当然 很重要 我们做过 它是 Mimile Theorem 是它的一个特例 然后呢 利用它呢 我们也可以证明 给出我们的那个所谓的 极大值极小值的 二阶导书判别法 二阶导书判断极大极小的话 事实上就是因为这个Taylor定理 Taylor Expansion定理 所以它很重要 然后呢 这个余项呢 事实上有 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一个表达师的 那是用积分的方式来 来做的 那这个 所以这个余项呢 就叫La Grande Remainer Term 而另外一个余项呢 就是 就叫做Koshi的Remainer Term 这个我们没证 但是我们有讲过的 所以这个是 所以我们呢 这个余项呢 有两个表达方法 一个是 这个是La Grande Remainer Term 这个是Koshi的Remainer Term 那各有一些好处的 那大部分呢 一般来说 我们是用这个La Grande Remainer Term 那当这个Remainer Term 去上零 那这个去上零什么意思 就当N去上无穷的时候 它越来越小 我固定X了 固定X 当N去上无穷的时候 这个要很小心的 如果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有一个 这个像呢 你那个La呢 就是说 这个N越加上 越加上越加上来 就是越来越接近这个F 那所以 我们就有呢 这个所谓的 Taylor Series 走出来 无穷 F的K次X0 除以K阶乘 X-X0的K方 从0到无穷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Taylor Series 那如果X0等于0的话呢 那个是叫Maclaurin Series 那它是重要的 那有一些基本的函数 它们的Maclaurin Series 这些都要记的 不要了解 你要办法 比如说你知道Sine的话 你大概会记得Cosine 这个 这个事实上你去年就应该有学过的了 那这些都是最基本的 那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均匀狩链 那原来是不大相干的 现在这个狩链呢 我们叫做所谓的 组点狩链 因为是固定X以后 那个余向去向0 换句话说是 这个的Parsal Sum去向FX 那个是组点的 固定X 我们就讲狩链 那现在呢 我们觉得这样子还不够好 它有一些所谓的不好的地方 那为了让它 满足我们的需求呢 我们就是 弄了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叫做所谓的均匀狩链 那这个均匀狩链 我应该想uniformly 就是随便Epsilon大于0 我找到一个大N N以后的相 那个大N FNX跟FX 那讲这些uniform 或者是pointwise都好 你这个F要想办法 就给它 向 给它找出来 搞得找出来 那我们当然知道 就是均匀的话呢 就一定pointwise的 所以呢 你可以用pointwise的方式 去将这个F找出来 然后去了解一下 它是不是均匀 那而这个是重要的 x在这个 比如说 uniformly on i 那就是follow x in i 这句话呢 当你写证明的时候 一定要写 不然的话呢 就没有均匀的意思了 那就是均匀的 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 它是个更强的条件 均匀的话 均匀收敛 就是uniform convergence 一定imply pointwise convergence 这个是一点 第二个 就是我们刚才所用的 那个定理 你现在应该看得到 就是它的 它的重要性 如果我有一个均匀收敛 如果每一个都连续 每一个fn都连续 我的f也是连续 无论是在一个点 还是在一个区间 都对 那如果每一个fn是 所谓的integrable f也是要integrable 所以这些好处 那就是可为的话呢 没有那么好 那我们也给过一个图形 去给大家看 那 可为没有那么好 是 事实上也不需要均匀 就是你pointwise就够了 那 现在我先不管 就是每一个fn是ce 然后呢 fn是fn' 只要ce的话呢 它为分子就是有定义 然后它是均匀 去上某一个g 是uniformly on i 那就会imply 我的f呢 也是ce 然后f'正好就等于g 那这个也不难记 而且这个证明呢 是 也不是那么复杂的 这个是一个精彩的定理来的 事实上是这样子 那这些是sequence 那对series来说 series实上就是sequence 这种扩充 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那那个形式是比较烦 但是大家要习惯它 习惯就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说 一个series它是收敛 我这样子写呢 也不是那么合法的 那大家要小心的 我们这样子写是不合法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写了无穷以后呢 事实上它已经是一个limit了 limit收敛到什么东西 是什么意思 当我这样子写的话呢 当我写无穷的话呢 我就要说是等 那如果你不写这个的话呢 你要写收敛的话呢 你就是要写 它是pasal sum 收敛到f uniformly 就是 well 我这样子说吧 这个是uniformly 如果 就是这个pasal sum sn 是等于 这个东西 是converged to f uniformly OK 就小心一点去看它就好了 我们刚才也是 你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就是 这里就设计一个limit嘛 那 我们也讲过了就是 这个连续的话 相当于就是两个limit 一个是x的limit 一个是n的limit 可以交换 积分就是 积分的limit 跟n的limit可以交换 尾分的话呢 是 相关的 这个尾分号 可以跟这个limit交换 这个我们也解释过 那个概念是 是好的 就是很方便 我们以后用起来 就很方便 那 利用这些 我们就是 进行我们的paw series 今天 第一堂课 算是一个总结 那 就是有这个 radius of convergence 在里边是绝对受恋 在外面是发散 而且不只是绝对受恋 而且是里边任何的臂区间 都是绝对均匀受恋 因此呢 我们 今天两三条定理呢 我们看到是 因为它均匀 所以呢 连续啊 那个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函数呢 ethics 就是 就是可以 它是一个多项诗的一个limit 所以呢 它可以将多项诗的好处 完全 啊 呃 继承它 对不对 啊 呃 微分 呃 呃 呃 微分 积分 连续 啊 三个 三个 不同的层次 那这个 可以说是 这个第三节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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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是不是 哦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章的 的重点 哦 那而且 当然呢 这些paras series的运算也是非常 大概我们直观看的都对的 比如说 两个paras 相乘 就是基本上就是好像两个多项是相乘 一项一项的这样子相乘 相处也是有有相关的规则 哦 呃 呃 呃 都是直观的 都对 哦 所以呃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所谓的函数的表示法 哦 那一般的函数你要讲微分讲积分都可能很困难的 有些函数的积分我做不出来 比如说 sin x 除以x 我要积 你会积吗 哦 这个这个函数比如说从呃 呃 呃 0到1 这个是一个狭积分 但是当然了它收敛到1 我们都都大概知道 这个积分你会积得出来吗 找不到的 它的不定积分找不到一个一个初等函数的 有什么办法 你就将它用一个paras series sin x 有这个 现在paras series等同于maclaurin series 它有一个maclaurin series 那除以x以后呢 也是一个好的paras series g就记得出来 哦 那所以它是将我们 就是说让我们的计算能力能够很快的很迅速的扩张起来 哦 那我还不说哈 计算器 我们现在的计算器就是用paras series来算 哦 所以它它是当初没有想到的一些好处现在都已经有了 哦 那我们整个学期来说呢 可以说是两个主轴 一个limit的定义 另外一个完备性功力 哦 你看到就是这两个东西 贯彻在整个学期的不同的课题 让我们呢 整个结构都是非常系统化 而且呢 可以每一个东西都是可以讲得非常清楚的 没有任何的 不清楚的地方 没有任何的疑点 都是可以用逻辑的方式 可以很有系统的 一个一个一个 这样一些所谓的微分积分 一些判别的方式 或者是它的有的好的性质 给它做出来 那好 这里呢 我还是要写一写 哦 那个是completeness axiom 跟limit 尤其是这个completeness axiom 这两个东西要了解 跟这个limit 那a在r里边是非空的 如果a是有界 就表示说 bounded above 就是它的supremum呢 就存在 作为一个实数 存在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实数 但是最小上界就会存在 那最小上界怎么定义 那最基本的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学期 的一些 它有一些 等价的 等价的有关sequence的 一些 定理 我叫定理 譬如说 我们的monotone convergence theorem 我们的bosano-wastras theorem 我们的区间套定理 nested interval theorem 三个定理 三个大定理 都跟这个completeness axiom 是等价的 是 非常重要的工具 那我们也是利用这些工具呢 去证明了这个extreme value theorem 跟这个 intimidate value theorem 那个是对连续函数的认知 我们觉得都对的了 事实上 搞了一百多两百年 都觉得它是对的 但是一直证不出来 那现在呢 利用这个completeness axiom呢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 将那个证明 给它 解决 那 你可以看到 就是在 在这个可击这个地方 我们也 也用了这个supremum 用的还蛮多的 你还记得 integrable functions 比如说 upper sum 它是mi 这个大mi跟小mi 不是就是 也是用supremum来定义的嘛 那 可击 lower integral upper integral 也是用这些supremum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呢 没有这个axiom的话呢 那这些东西都 都很难 很精确的去描述 这个是一点 那 那现在我们最后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radius of convergence 你可以看到 也是 也是有supremum的 那个 那个 这个 这个符号出现的 我们定义这个 par series里边的 radius of convergence 都 所以变成就是 它这个 这个时数的一个结构 一个性质 在我们的 整个微积分的 这个处理底下呢 它是一个 其中一个核心的 一个工具 这点是 是重要的 那所以呢 我说 这个东西跟 limit的定义 limit an等于a 那 我们后来呢 还变成是 limit of functions 它跟limit of functions 然后连续 然后甚至说 是口为 都是设置limit 不止啊 连那个 积分 事实上也是 设置limit 点点点 那 大概是 1880年代 Wirestras Wirestras 给出一个 精确的定义以后 那 这些东西呢 也是可以搞得 非常清楚 对不对 好 那我想呢 这个学期呢 就是 就是这样子 就是一个 一维的 整个的 讨论 我们呢 那个 这个集合呢 都是一维的 f呢 就是从 从A到R 我们先从 sequence 一直到函数 那每一个东西呢 事实上都是 有一定的关系在里边 那下学期呢 我们就要 跳到 N维 那 这个还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一些根据 这个N维呢 发觉呢 有些东西呢 可以用 一维的 去考量 然后 有些图画呢 一维对的时候呢 N维也对 当然也有一些 是不对的 那我们就是要去 给他比较 然后 去想办法 去解决 中间的差异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呢 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